中药材广防风你认识吗 其实在我们农村的路边 经常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如果你不认识把它当成杂草 给除掉那就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详细的认识一下 我现在呢就在马路边的这一个茶园子里 你看这边有长了很多的草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仔细看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这一棵草长得特别大 它呢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在农村呢它属于一种非常常见的杂草 那它的名字呢就叫广防风 它是纯形科广防风鼠的一种 一至二年生的直立初状草本植物 它的植株高可达一到两米高 它是我们中国传统草药的一种 我们来看看它的植株都有哪些特点 首先它的这个金是这样子翻柱形的 上面长有很多白色服贴的短揉毛 整颗植株有很多分支 因此我们经常看到都是一颗大大的 它的叶对生叶片草质 成这种扩软圆形 边缘有不规则列尺 上面呢是绿色的 而它的叶子背面呢则是这样子灰绿色的 它的花期呢是在每年的8到9月 开花的时候还挺好看的 它的花是这种轮散花絮 在它的主经以及侧枝的这个顶部呢 排列成丑米或者是间断的 细看它的花也很精致 花灌淡紫色 你看上面还有龙毛 它的全株呢都是可以入药的 是民间常用的一种草药 一般在夏秋季节可以采收 清洗干净先用或者晒干 经常可以在荒地 路边或者是村边的草丛中呢看到它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东 广西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贵州 四川 云南 西藏 还有台湾等地 不同的地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 因此它的别名呢还叫 洛马医 会草 摩草 马医叶 土荷香 排风草 野苏麻等等 这么多的叫法里头有属于你家乡的称呼吗 快来留言区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 我是兰兰 每期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植物知识 如果你也喜欢植物 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